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那日子领导你们像贼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谨守。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 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 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静折胸,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肠所行的。 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谨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锁定的旨意。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善美地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勿要圣洁。 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